台中男子肖明月多年前被污指为国际运毒集团主谋 遭判无期徒刑入狱 肖明月家属26日赴监察院前声类拒下陈情 判监委在调查肖明月案中央社分享 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日前到监察院陈情肖明月案 认为肖明月遭勾创陷害 法院只依共犯证词就认定肖明月有罪 希望申请再审监察委员高永成 王美玉今天申请自动调查 司改会表示 7月2011年5名共犯遭台中地方法院以共同运输第一级毒品罪 分别判处其徒刑及10年以上徒刑 5人不服判决提上诉 并在上诉期间征讯时向检察官公出犯罪主谋为肖明月 肖明月遭判无期徒刑定验 司改会认为审理过程有重大为师 肖明月案是彻底的冤错案 高永成 王美玉表示 台湾为民主法治国家 法治国原则内涵包含真审机关依法侦查 裁判将进一步调查台中地方法院检察署 侦办时是否以诱导减刑立诱等不正方法讯问共犯已取得被肖明月不利证词 是否以共犯不利陈述作为认定肖明月有罪唯一证据 是否仅以共同被告立次真审所述护和虚实 即本于经验法则与自由新政认定肖明月有罪等 监委说 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规定 任何人受刑事控告或因权利义务涉送需判定时 应有权受独立无私的法定管辖法庭公正公开审问 且未经依法确定有罪前应假定无罪 监委表示 本案中共犯证词是否确具证据能力而得采为判决基础 有无服役监听译文等各项补偿证据 决内证据是否足以使法院达到毫无合理怀疑的有罪确信等 生理程序的合法性似非无疑 需进一步厘清